墙里面只有两根线 怎么同时接这个开关和插座 业主买了一个单开五孔插座 想要用这个开关控制插座 以后不用拔插头 但是这里只有两根线 连地线都没有 怎么接 今天把这个方法教给你 不用请电工 自己就能接线呢 方法很简单 比方说这两根线一火一灵 这个是火线 这个是零线 我们先把电线给它拨开 拨开了之后 这个开关这里有三个洞 我们随便接两个洞 但是这个洞必须要有一根火线 接近L 这样子它才能够正常发挥作用 你就比方说我们就近 把这个火线接在这个洞里 之后我们把这个螺丝给它拧解 因为它没有地线 就不用再接地了 这个零线是接在插座的这个零线这里 我们把它接到插座里面 但是你发现没有 这两根线这样子接的时候 它就没有插座的火线了 怎么办呢 我们需要单独再给它跳接一根火线 就比方说随便找一根线 我们做一根跳接线 像这样子把它给拨开 用这个开关控制插座 你就这样子来接 把这一根线接在这个L的位置 之后另外一头插座 你可以没有地线 但是绝对不可以没有火线和零线 这个是零线 这个就是从这个开关下端出来的这个火线 我们直接把它拧在插座的这个位置 直接像这样子把它给拧解 开关控制插座 我们就这样子来接 你看这个是开关 开关控制这个火线 之后这个地方得电 得电了之后 输送给插座 这个是插座的L 这个是零线 如果只有两根线 我们就这样子来接 这个地方我们都把它给挖烂了 接完线之后 这个地方我们把它重新 给它固定在这个缝隙里面就可以了 是不是很简单 如果你家里面只有两根线 你就这样子接呀 简单又实用 分享给你 我们下期再见